HELLO 各位HOMA的粉絲 大家好 我是HOMA小便的Berry 這是PK 嗨 很高興 這次我們又要請到了PK 來做我們這次的座團嘉賓 那這次我們要針對我們一款 在新手上面去做一個進階使用的雞雕竿 那這把雞雕竿我們叫做雪狼 呈現給大家看 這款雪狼呢 它是新手我們經歸了一陣子 然後想要升級首位 它可以往下選擇 往上選擇的一款雕竿 那它的耗數是從1號 然後一直到1.5號 1.75 二號 然後最大的耗數到3號 所以它總共有5個耗數 可以讓大家選擇 那長度的話 設定外一種長度就是5米的 那5米的桿子通常是用於 房諾體 桿口 這些是比較適用的 那它的販通尾總是蠻恐怕的 從我們的烏魚 臭霧 一直到我們的黑標 然後如果你的耗數的話 比方說你到3號 可能有時候遇到紅潮啦 或是黃沙啦 或是石斑在搖 它也變得很順利的起 因為這把它說得出來 它的耗發力跟它的中部 是蠻有力的啦 那這把呢 我們使用的是 鞋口豬 鞋口重看豬 那一般來講 我們的基調朋友 他們在用鞋口豬的 點力已經越來越高了 那鞋口豬有什麼好處 那第一 當然就是我們用比較細的掉線 然後再遇到風大的場子 或者說你會浪水 那應該說 你遇到那個海水在回潑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掉線會沾染到海水 然後比較容易殘乾 那你用鞋口豬 可以大部分都可以 遇到乾線的這種問題 那這一款呢 它非常特別 我們都知道 我剛剛講的 它是定位於在新手進階的一款 基調杆 那很少基調杆 在這樣子的家圍的配置上 去做設那個 對準線的設計 所以呢 這一款它其實是有對準線的 聽說KK對對準線 這件事情非常care 我們聽聽他的想法 好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 對準線這件是單純 因為早期 他不然掉在海水 沒有對準線 那其實手動隊是很吃新手眼力 然後對 很常對不準 你通常要拉一隻大魚的時候 那個豬才會對準 那我很高興學長 終於有對準線了 反正相信 對各位新手們來說 對準線是很必要的處在 對對對 這個其實可能也有聽見 就是沒有對準線的話 有時候 你因為我們豬子 並不是固定 它有一個活動豬 那活動豬的時候 要排豬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穿線了 事實上其實你的調皮 是纏到在調皮 這樣對竿子是非常非常有傷 不過有時候全部震出來了 上下水又會有一兩顆這樣 對對對 那就是很危險 然後有狀 就是說你在收拾過收到後華的時候 沒有擋住過它完 然後不然就是轉過去了 你的概念就斷了 那我們這把塗裝呢 它也很特別 它是用黑色的 但是仔細看的話 它裡面是有做一些 天明個文的底氣的設計 一個所謂的塗裝設計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整個過節 你看我們從本節 然後一直到 回了 上面每一節都還有 對 每一節都有這個設計 這款它使用的輪座 是下手式的管道式輪座 那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說我們的輪座鎖庫 是在上面的話 因為我們基調 他們都是手這樣拿 然後手前面再去做 可能控制的動作 有時候可能會摸到 然後後來就鬆掉了 對 所以我們做下手式 它就比它大部性格比較高 原來是這樣 對 然後它的一體神經的 所謂的人體風學也比較好 對 它這邊有做一點凸起 會防你的人體風學的感覺 對沒錯 實力改變好一點 而且這一把呢 它最大的就是說 它的重心配置 當我們的重心呢 不好的決心機 整個竿子入不出來 開始就做掉的時候 因為它的重心是比較靠我們的身體 你拿久了 手不會痠 比較不會痠 很常遇到說 我在做掉的時候 然後風很大 然後跟著不痠 就這樣 因為如果你要頭撞腳輕的話 你幾乎整天拿你的手腕 是很痠的 就不強調了 對啊你就 全部掉不到一流水 你就算了 累了 你就累了嘛 因為你一直是要打SR 一手要接電話 你怎麼自拍的幹嘛 還要拿西里皮 對啊 所以很累嘛 所以這把配裝的重心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這個就是比較說 在新手往進階的一步的方向 我們去做升級的一些調整 它可能會有想要的一個配置 一個設定嘛 那我們就把它設計在這把旋路上面 好 再來是我們的握把 握把一樣是用防滑的防滑器去設計的 那防滑器設計它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防滑不用想 第二個就是說 防滑器如果說你沾染了SR 你在做清洗的時候它是很容易 只要清水沖一下 乾淨度擦拭一下 擦拭過一遍 然後去做一個硬乾的處理 基本上它就不會太沾染什麼味道 對 那尾塞的方法 我們是用硬質的橡膠尾塞 那硬質的橡膠尾塞 不像是塑膠 塑膠它在地板上 你這樣放 不知道久了是不是會刮過 好 可是很常去買 很多的 放尾塞 不會要去放尾塞幹嘛的 所以我們用硬質的橡膠 第一個它具有一定的完成性 它有避震效果 第二個是它比較耐刮 橡膠比較不容易被刮過 那這樣子我們無論是在外交場 或是說在本島釣場 如果說你遇到地面是比較多石頭 或是耳朵塞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被破壞 可以放心的擦地板 對 無論是擦擦或是受傷什麼的 裡面擺好都不太需要擔心 我相信這應該是蠻多人遇到的問題 對 那這把鵝血龍劑 就是中心推薦給大家 如果說你是新手 也儘管一段時間 你想要升級你的手感 這個真的是非常適合你的一把桿子 可以當你的第二支桿子 對對對 所以KK下次我們就期待你的表現 好 好不好 來推薦給你 聽說你要吊大牌嗎 期待我們拿這支在夜場的表現